您可以哺乳吗 国际母乳会建议 除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一个恶劣婴儿不能单从母亲喂奶中得到他所需要的奶水 由于在唇恶部的缺口 婴儿不能封闭嘴巴 从而把住母亲的奶头或奶瓶奶头 也不能把奶头吸进口腔后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哺乳顾问们发现 单看母亲喂奶 对那些被修复的恶劣或纯烈婴儿来说 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得知不太可能选择哺乳 对一些生有恶劣婴儿的家庭来说 会伤心失望 请给自己时间和空间来悼念 这种损失 但是请记住 你仍然可以和您的宝宝分享哺乳的诸多好处 你可用母乳帮把奶挤到奶瓶里 然后采用以上任何一种恶劣婴儿喂奶的方法来给你的宝宝喂奶 在喂奶时 您和您的宝宝要尽量享受你们之间的眼神和肌肤的互相交流 一旦您的宝宝宝 您的宝宝从奶瓶上吸顺足够奶水后 你可以让您的宝宝吸住您的奶头 作为像婴儿奶嘴一样的非营养型吸顺 如果你不能给你的宝宝 这并不是世界的尽头 有的人会让你觉得只有哺乳才是喂宝宝的唯一方法 但你猜猜想 这是不可能的 也不会发生的 我真希望有人早点告诉我 不能给宝宝哺乳 没关系 的确如此 我真的没关系